德安家庭关怀协会办理青少年职能培训 全部12位学生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培训课程 而其中有7位学生进入第二阶段的职场见习 完成绩效为175% 成果是相当丰硕 德安家庭关怀协会承办教育部青年署少年onlight 青少年职能培训 办理大手牵小手一起向前走的成果展活动 为全国最早开班 也是第一个完成职训的单位 这个online的职训班是教育部青年署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德安承办这个承接这个案子已经第7年的时间 那最主要是针对这种 没有再继续 国中毕业之后没有继续在升学就业的这些青少年 那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的方式来协助他们 那找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兴趣 在过程当中包含了我们有职训的课程 还有工作体验跟职场的见习 德安家庭关怀协会全部12位学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培训课程 以及180个小时的工作体验 协会还为这些学生接洽了三十几个工作体验的职缺机会 其中有七位学生进入两阶段的职场见习 完成绩效为175% 成果是相当丰硕 那我们这个班的一共有12个学员来参加 那第二个阶段我们有进入最后到进入这个职场见习 名额本来应该只有三到四个 那我们有七个人完成到最后的阶段 那12个都完成了课程 那这个比例来讲相当不错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县内的很多的这个企业老板的一个协助 像我们有学员在这个根马南汽车修护厂 那这个公司这边 大概花了很多时间来协助来带我们这个孩子 德安家庭关怀协会承办Online的青少年职能培训 已经迈入了第七年 透过世信辅导引导学生了解自我的现象与兴趣 以及社会职场和就业结构的基本形态 发展学生的多元智能 性向以及兴趣 进而找到适合自己的进入 以便继续升学或是顺利就业 宜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